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观看今天由博曼金斯和澳财网为您带来的我们的澳洲股票的一个特别的我们的在线直播的这样一个节目,我们在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呢和我们过去过去的这个两个星期的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一个整体的策划,我们呢是想通过四个这样的一个单独的这个节目呢 为您整个的解读一下现在的澳洲和国际上的经济的形式,然后呢为这一年下来呢整个在澳洲的资产配置的各方面呢做一些分析,然后做一些解读帮助大家能够在2020年呢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财富的策划 那当然呢可能就像各位所已经是看到的,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当中呢随着全球范围之内的新冠疫情的进一步的扩散 已经对现在全球的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非常的明确了 那么你在进行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政策的出现 可以说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的节目是放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点上 就在我们刚才公布,刚才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呢,进行了新的经济刺激的计划 然后在今天上午呢,澳洲政府也是出台了经济的刺激的计划 在昨天晚上的英国方面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 那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一起剖析一下 现在我们到底的全世界的这种经济形势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股票市场呢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 那么会在接下来的这差不多40多分钟左右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一下 我现在对澳洲经济形势以及澳洲的不同资产类别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的整体的解读 那么欢迎还跟上次的视频直播节目是一样的 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进行提问 我会和您的一起进行一个直接的讨论 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当中 就在昨天的晚上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正式宣布了新冠为全球的大流行病 那这个随着这个消息的发生呢 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已经是正式宣布美国的股市呢 进入到了一个技术性的熊市 下跌跌幅超过了20% 其实澳洲的ISS200的这个大盘呢 其实也是出现类似的幅度的一个下跌 那么随着这样跌幅的出现呢 整体来讲技术来讲股市已经是开始进入到技术上的熊市了 不过我想在进入接下来详细的内容探讨之前 可能您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如果是从2016年到现在来看 近期的整体的股票走势来讲的话呢 那么最近的确是一次非常大幅度快速的下跌 但是如果说如果您看到一个时间段相对比较长来讲呢 这从现在至少看起来呢还像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 是否呢会完全回吐过去几年的整体的上涨呢 也是现在一个我们需要进行探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我想各位可能和我一样 都会遇到几下来这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如果现在看一看过去这两三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的话呢 那么是不是全球的熊市已经来临 那熊市来临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 其实全球性的一次经济的大萧条会来呢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股票市场 我们的地产市场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的内容当中为您准备了四个题材 首先呢我想和您一起回顾一下 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还是比较深刻的过去这十几年 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比较明确的股灾 那么股灾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反思 带来哪些歧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疫情 其实在过去的这么十几年当中呢 我们的确现在新冠是一个非常 的确说是非常让人担忧的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但是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 也经历过了 我们澳洲可能也如果有朋友还记得的话 那个时候其实也经历过了株流感 那么株流感当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当时它对金融市场是怎么有影响的 是否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股票市场大幅下跌的情况下 在疫情依然是比较担心的情况下 会对澳洲的哪些行业和股票 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 有可能是负面的 那么看看哪些股票影响可能会比较的明确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下一个问题就比较的明确了 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时候还是保持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等待抄底呢 还是说我们的的确应该逃离出股票市场 开始现金为王为未来呢再做一些准备 这是今天我想和您进行详细探讨的四个主要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看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技术上的股灾吧 那么刚刚所提到的只要出现20%的左右的一个下跌 那么其实基本上就能达到这个技术上的一个 熊市场的股灾的要求 其实在过去的这么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过多多少少非常类似的这样的时候 最近的一个时候呢 其实在2018年年底就经历过 我记得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 一切市场基本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欣欣向荣的 但是突然之间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非常快速的升级 就在那个时期已经导致过一次非常剧烈的 一次股票市场的回调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 在那个时期前后呢 经历了三个月左右的美国市场的下跌 当时的下跌的跌幅基本上就已经是达到了19.6% 几乎是接近了当时的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技术性的 技术上技术性的这个熊市 但是如果回头去看的话呢 其实当时的下跌幅度差不多维持了三个月 很快到今年的年初呢 到2019年的年初呢 就会开始出现了复苏 那么在之后呢 也用了差不多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澳洲的股市用的更快 澳洲股市基本上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呢 就已经恢复到了一个上涨的周期当中去 那随着后来整体的中美之间的摩擦 不断的有一些进一步的发展 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呢 基本上是看到两国之间是签署了 这个暂时的贸易的这种协定 那么因此呢 实际上去年的股市的整体表现是非常的好的 可以说上次的这次的下跌 其实为后来这一年的上涨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如果再往前走的情况下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美国当时因为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 也出现过一次比较明确的下跌 那次跌幅相对较小 跌幅是下跌了16.7% 但是跌幅速度非常的快 在20天当中呢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下挫的 不过最终呢 也是随着美国的这个国会呢 最终是通过了 提升美国自己的整体的债务的上限 那么这个问题是得到了一个解决 不过那一次呢 因为标准普尔呢 当时还一度是下调了美国的主权债务的评级 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的 因此实际上的恢复的时间相对是比较长 不过2011年和2012年呢 也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一些情况 包括经济相对复苏较慢啊各方面 因此实际上 那段时期的恢复是比较的久 用了将近是差不多6个月 7个月左右的那个样子了 再往前走 如果各位那可能 各位可能经济上更深刻的 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 08年金融危机是一次 可以说历史上都少见的一次的危机 而这次的危机可以说和刚才 我们所提到的2011年的情况相对有点类似 都是由于是债务的问题所导致的 只是11年的当时讨论是美国债务上限 而这次呢是一个 全球性的整体的债务的一次泡沫的爆炸所带来的 那么这次当然可以说呢 是也是相对来想是非常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一次的情况 但是那次呢整体的下跌时间非常的长 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其实整个的金融危机的跨度呢 理论上来讲是差不多是将近是达到了三年半之久的 从0708年开始美国方面出现次贷的问题 到后来开始出现了08年的全球性的暴跌 后来到了1112年的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 其实都是算在一个整体的周期当中去的 所以说那次美国的股市跌去了一半 标准破了500的跌了56% 下跌时间几乎是达到了16个月 而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还逐渐的恢复 而后来美国的恢复速度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快的 如果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过去一段时间 澳洲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 这将近十几年总是拉在一起去看的话呢 其实美国的股市在2014年就已经超过了 基本上是超过了 在2014年就超过了之前的历史的高位 而澳洲的股票呢 其实一直是到了去年 才基本上是逼近了金融危机之前的一个历史的高位的 那回头去看一看整体的历史上的 这几次比较明确的股灾 其实我们大家去发现 其实股灾的出现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少见的事情 那么从08年到现在就已经多多少少看过将近是 如果加上这次的话 也就是说十几年时间 我们从大的小的将近也就有将近四次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 那么但是呢 根据股灾本身所带来的原因不一样 那么有这种相对短期的政治上的风险 比如说像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用三四个月时间就可以恢复 那有可能会像是大型的债务危机的问题 可能是需要将近几年的时间来进去恢复 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历史上最近所建立的这几次 其实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是有比较明确的问题的 债务危机所带来的整个经济需求的下滑 所带来的商业的投资的下滑 所带来的倒闭的情况等等 其实是一些经济上伤金动股的事情 而疫情是不是会对股市带来这样伤金动股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拿历史上的医生数据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看是不是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您现在面前所看到的呢 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上的 历史上的这个疫情 那么可能最近大家都经常会看到 就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的这件事情 就发生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次呢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恐慌的灾难 那一次的话呢全球的死亡人数甚至有可能是达到的上亿人 那么死亡的这个死亡率呢 基本上是在2%到3%之间 那次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而后来的话呢我们所看到的 比如说像是所谓的这个亚洲流感 所谓的俄罗斯流感 那么2009年的这个流感的大流行等等 这些情况呢其实多多少少呢 都是产生了就是比较大途的一些人口的这个死亡 其实你看包括其实在09年的流感大流行的那个时候呢 其实全球范围之内所预计的死亡人数 最多是可以达到57万的 不过当时死亡率是比较低 那么这个本身也是现在大家经常拿来和新冠经营对比的一个核心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回顾看09年的时候 我这两天一直还在回想09年的时候 到底当时我们在在澳洲是经历了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的的确我记得每一天也都在讨论着 逐流感这个事情的对澳洲的这个影响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也的确澳洲是关闭了航线 然后关闭了像船运等等这样的一些决定 和我们现在经历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在那个时期澳洲应该是有将近3.75万人是进行感染的 而死亡人数当时是191人 不过那个事件的本身的恢复速度也还是比较快的 如果您看一下现在我给您准备了这张图 您可以看得到实际上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时间相对比较长 可能会需要用6个月到9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如果把周期时间拉的比较长一点 如果从9个月到12月来看 这种疫情基本上都是很快的 就在金融市场上是得到了这个付出的 当然换句话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1918年当时的一个市场的情况 毕竟那是一个相对距离比较远的一个状态 那么毕竟可能朋友们也会去讲 现在从死亡率来讲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冠的的的确却比当时的 我们近期所经历的像逐流感以及非典的情况会比较的严重 那是不是这个事件本身会导致我们经历一个 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次大的一个金融的市场的震荡 这个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们的确需要对此保持着非常警惕的态度 但是至少从历史的数据上来看 除非是经济上伤心动骨的大的这种股灾 是需要用比较久的时间来进去恢复 但是类似于像这样流行病本身是否会导致全球的经济的衰退 然后经济的大幅的股市的灾难的话 从现代的立场来看还并没有明确的证明 来证明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一些发生了 但是就算我刚才所提到的 的确有些行业一定会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的 那当然这种行业是有一些利空的 一定也会有些利好的 我和您今天重点是想讨论的是澳洲的 那么在这样的疫情下呢 澳洲的经济受到影响的确是比较会是比较的明显的 那么无论是中国和澳洲之间的经济贸易的这种关系 那么中国经济下行一定会对澳洲受明确的影响 还是说澳洲本身其实作为一个出口围倒项的国家 常年是靠着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以及引资 那么甚至是外部来的消费等等 那对澳洲这样的一个远在南半球的国家来讲 肯定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影响的 先和您看一下一些可能会受到明确的负面影响的行业和股票 您明天所看到的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 那我们认为现在这四个行业影响可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就是教育 旅游 矿业和能源 那教育自比方说 那么我想可能在这事情大家看到之后呢 有大量的留学生是没有办法回到澳洲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学校也是出台了不少的政策 其实是希望支持学生尽快返回到澳洲去上学 但是尽管返校之后呢依然会出现隔离的情况 甚至最近的有些学校也出现了 就疑似的这样的一些新冠的这种症状 相信接下来对澳洲的短期的教育行业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在澳洲呢 可能之前有朋友去看我们做的澳财有道和澳财网其他的内容 我们会一直在讲一只股票叫做IDP Education 然后这家公司呢是澳洲为学生 为学生包括其实向移民提供整个的雅思考试服务的这家企业 除了雅思考试以外 它还提供比如说向学生的一些就业的辅导啊 学生的留学的服务啊等等 那么这家公司一直以来 其实从上市之后 从2015 16年之后呢 一直是股票市场上的当中的一个奇迹 我们是曾经是看着这家公司的股票 从2块钱涨到将近快要到3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随着近期之内呢 IDP的股价尽管在今年的1月底呢 其实也是公布过比较好的财报的这个数据的 但是近期呢 股价是出现了几乎斩妖型的这种下跌 那么这个呢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另外呢 旅游行业受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近期呢 像昨天我们还看到了像澳洲的比较大的航空公司 Quantus澳行呢 决定财新减薪 然后呢 把很多的A380的飞机呢 就进行了停飞等等 那么像Quantus啊 像悉尼机场啊 这样股票已经受到影响 而你明天所看到的那根白色的线呢 是旅游的出行的 这个订票的 服务公司叫Webjet 那这也还包括像澳洲的 像Fly Center做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工作 虽然是一个相对轻资产的公司 但是本身随着出行人数大幅的下降 那么这样的公司业绩是受到巨大的影响的 从过去的两个月来讲 像Webjet这样的股票也是跌了将近一半以上了 那除此以外还包括我们大型的跨业公司 必合必拓 然后包括我们大型的能源公司 Woodside是做石油的 那么这两个也都是近期受影响比较明确的公司 虽然尽管依然是金融市场上的很好的蓝筹股 但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也是出现了20到30的跌幅 当然了Woodside作为一个石油的公司 近期跌幅会更大一些 可能各位也注意到了在过去的几天当中 因为石油输出组织欧派克和俄罗斯 针对于原油减产的事情并没有达成一致 那么一期之下 欧派克甚至是提升了每天的石油的产量 还降低了石油的生产的价格 以至于相信可能各位也看到 跑步权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新闻 说现在的原油的价格比水还好便宜 这的的确是事实 那么油价是重新跌到了将近30美元一桶的价格 那么这个其实是回到08年金融危机的价格了 那这样的情况不会 当然油价低对全球经济复苏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但至少在短期之内 一定会对于石油生产型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看完利空的 我们来看看利好的 有些公司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利好 您面前所看到的也是几家我们挑出来比较代表性的这个公司 那其中呢 主要是集中在了医疗健康和生物科技这两个领域当中去 那您面前所看到的蓝色线呢 是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所经常所提到的一家公司 是澳洲最大市值的雪江科技公司CSL 那么CSL的股价呢 可以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始终是一路攀升 我总是跟朋友去讲 很少会遇到过CSL出现大幅回调的机会 那现在就来了 CSL在一度上涨到了300 将近340澳元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在今年年初就出现过这样的刷新了 整个澳洲上市公司市值的最大值 随着之后呢就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下跌 一度下跌到280澳元一股这样的一个价格 可以说从整体来讲 像这种雪江科技类型的生物科技类型公司 还会在这样的疫情的背景 还会进去受益 那么这样的下跌 不非对于CSL这样的公传来讲 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也有涨幅比CSL还厉害的 你看那个白色的线呢 Facial Paco Facial Paco呢 有朋友去聊 这不是做电冰箱的吗 那电冰箱只是其中一个细小的产业 但Facial Paco呢 其实是个大型的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的公司 它所做的包括像面具啊 然后呢包括像一些其他的 这个医疗设备的产品啊 其实挺多的 如果我们去的网站上去看到 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 这家公司的股价在过去 从19年到今天 到哪怕是我们出现了小股票下跌之后呢 攀升幅度都还是75% 这也是一个澳洲股票市场当中 非常值得所关注的一个现象 那除此以外呢 另外的一个公司呢 您跟黄色的件叫做Ancel 那Ancel呢 是澳洲一个最大的 医用手套和工业手套的生产商 那么近期我们总是在讨论 是不是会出现 出现医疗物资缺乏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 担心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那么澳洲就有一家这样的上市公司 可以让我们进去关注 就是这个叫Ancel的公司 那朋友们也总是在讲了 就乱世黄金 盛世古董 那么乱世的时候 黄金的价格 相信各位可能也看到了 黄金价格在最近 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上涨 而澳洲也有一些 比较大型的黄金的生产商 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出现受益 那么我们给你举出了 像NewCraft Mining 是澳洲最大的黄金产商之一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其他的 比如像Sumbar 等等 那么黄金的公司 也许在这样的疫情下呢 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利好的因素的 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呢 有利好的 有利空的 有没有可能是在 相对比较抗周期的 那的确 在金融市场上 总是会讲 其实自然有些行业是 这个季节性的 一些随着经济形成好 比如像矿业就会很好 经济形成不好的话呢 矿业一般就会很差 那有些公司的长期的走势呢 是相对比较防御性的 不用经济好也不好 有些东西是毕竟要买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到超市 买卫生纸 对吧 这样这种事情也是 非常的有趣的 但是像Cose的这种 像澳洲的大型商超Cose的价格 比如像大型商超Wars的价格 整体来讲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说你想找一些防御型的 分红也比较稳定的话呢 超市是一个可以去看的 另外一个呢 就很有一些朋友会在讲 比如说像保健品啊等等 那我觉得除了保健品以外 可能像婴幼儿用品本身 长期来讲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澳洲有一家连锁的婴幼儿奶品 婴幼儿用品的 这个生产的公司呢 叫Baby Bunting Baby Bunting本身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然后呢就是您面前所看到 这个黄色的线 这个BBN 这家公司在今年 年初所公布整体的财报的时候 业绩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因此是值得您去关注 而另外我想可能像垃圾回收的 这种公司Cleanaway 然后呢CWY这家企业呢 也是相对比较抗舟期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垃圾总是会要回收的嘛 垃圾总是要进行去处理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从防御性来讲呢 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内情的企业 所以说在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下呢 其实一定会有些公司会受到 比较严重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需要保持一定谨慎的态度 但一定会有些公司呢 会因为这次疫情 会成为股票市场或者投资市场当中 那个非常闪亮的企业 值得我们大家去进去关注的 那看到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可能会要考虑到下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史上的整体的疫情 对股票市场影响并不是非常的大 那哪怕是出现经济的重挫的话呢 其实只要是有不错的经济刺激的计划 那么市场的整体恢复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到底现在应该是跑还是留下呢 这个相信 to be or not to be 这也是一个可能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想和您看一看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两个方面来去考虑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 到底会不会有些刺激性的政策 是能够缓解现在的问题的 而另外一方面 随着疫情的发展 我们现在全球的经济 特别是美国和澳洲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值不值得让我们去担心那个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如果系统性风险会有爆发的可能性 那么逃跑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而如果系统性风险还没有爆发之前 有足够的经济的政策 缓解我们现在的市场的信心 那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 我想从这两个角度和您去分析一下 现在市场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像刚才我所开始所提到的 在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 真的我们今天要感谢我们市场部 我们今天的节目制定的这个时间 是非常的出色的 正好是赶在几个央行共同的对市场进行刺激的背景下 让我们做了今天这个节目 以至于呢 今天早上我们补充了很多的材料 也辛苦了我们的媒体部的同事 之前有朋友去讲 你们的每次做PPT都特别的美 是的 我也觉得我们的PPT特别的美 感谢我们澳才网市场部的同事们 孜孜不倦的这个努力 他们昨天为了准备这个资料 也是做到了将近十一二点的这个时间 然后也在这里我也接着时间也感谢我所有的开的同事 那政策的的确认的今天早上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最新所看到的 美国呢在进行了五十个基本点的降息之后 然后是公布了两千亿美金的经济刺激的计划 在公布政策这个刺激计划之后呢 市场的反应其实是稍微有点失望的 觉得可能两千亿 尽管两千亿在现在来看 已经算是出台了最大的经济的刺激计划了 但是美国的股票的期货呢 还不是非常的买单 甚至还出现了这个巧幅度下跌的情况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来讲 已经体现出美国开始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手 来进行经济的这个刺激了 除此以外呢 英国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英国降息的五十个基本点提供了三百亿英镑的经济刺激计划 然后澳洲呢是降息二十五个基本点进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呢 是一百七十亿 那么澳洲具体的经济刺激计划呢 我们会在澳财网上进行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解读和更新 这个希望您观众採访去进行获取 那么不管怎么说 这些政府呢都在进行类似的刺激的计划 来希望帮助市场缓解现在的这个信心 可以说政府在同时打这些牌 我相信如果是需要的话呢 从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刺激规模来讲 都还不算是非常的大 那么相比08年我们所看到的 相比一年12年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规模还不是非常大 可以说政府手上的子弹还是有的 那么如果是市场的情绪还不能得到恢复的话呢 相信这些政府还会继续做 进一步的经济刺激的这种方式 而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真正看的是 您面前所看到的这几张图 就是到底全球经济有伤筋动骨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疫情本身有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导火线 如果本身市场的确一些主要的国家经济体 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这个导火索就有可能会引爆 一些其他的严重的本质的经济问题的发生 那我想我自己也非常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到底现在全球一些经济体里边存不存在这种巨大的风险 那么还是回到08年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您回头去看不止是08年 其实澳洲美国也好 这个亚洲也好等等市场上历史上大幅的股票的崩盘 其实都是离不开两个字债务 债务是全世界最大的问题 一旦是债务得到引爆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种债务的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危机 带来的股灾可以说是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去恢复的 因此我们不妨从债务入手看一看 美国和澳洲现在的债务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张图我们会稍微花点时间去看一下 您在左上角所看到的是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 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 如果您看一下美国的话会非常的吃惊 我第一次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都是有点吃惊的 实际上美国的现在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 是从差不多10年之后再持续下降的 现在是占GDP的比重 其实也就是在80%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如果您横向看一个红色的线 实际上美国家庭债务的问题比澳洲是要轻的 澳洲的家庭债务占GDP已经超过了1.2%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 当然澳洲自己的整体的资产的 实际资产净资产还是正向的 就资产是多于债务 那么所以说还不会出现特别只要利息成本比较低 还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但至少从家庭债务情况来看 美国现在的家庭债务水平是 差不多2004年以来的一个低位 那么这个时候想引爆大型债务风险有一定的难度 您再看一下右上角的这张图 右上角同样图也是一样的 就是美国和澳洲的私人债务所占GDP的整体的比重 如果您看下私人市场上所占的GDP比重的话 实际上美国的在经历了差不多从1.2.13年之后 小幅度上涨了 去年已经是出现了一点点下降 澳洲也是出现一点下降了 尽管整个的数字也还是比较的高 但是依然是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0405年的 就0505年整体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私人债务也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左下角是政府的这个债务水平 政府的债务水平里面 这点就要夸一下澳大利亚的政府了 澳大利亚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最低的 不到40% 而美国呢是有110% 就美国的债务的 政府债务水平还是比较的比较的高的 那么在这一点呢 如果你去看一下 美国的政府债务一直在攀升 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讲的 11年之后呢 其实美国是国会通过了 这个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进行去提升 美国还是有可能继续需要提高债务 来进行市场的救助的 那因此这个里面就比较有趣了 实际上美国政府欠的钱 是比美国老百姓欠的钱是要多得多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只要美国政府能够继续提供流动性 可以说美国的现在的私人的私人企业也好 美国老百姓也好的日子呢 可能是要更好过一点 那右下角这张图呢 我想给您所表现的 其实是美国的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美国的很多人可能知道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历史的低位 那么美国的劳实际上失业的人数 也是处在一个历史低位的一个状态下的 我们从一年之后 您看到美国的失业人数一直在不断的下降 相比之下 其实澳洲的情况反而还没有那么的乐观 那个红色的线是澳洲的 澳洲的失业的人数呢 其实一直还是在一个相对 历史上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好转 那整体来看 至少从面前的这些数据 现在并不会看到 严重的一些债务会被引爆的一些风险 那么债务整体水平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 整体的利息水平比较低 而且央行为了刺激经济 会应对现在的疫情的状态 还有可能继续降息 那么引爆债务风险的可能性 只有是大型的经济的这种增速的放缓 那么大型的一些企业 可能会出现这个裁员 然后降低自己的企业投入等等 那么除非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才有可能会引爆系统的行动风险 那么至少从现在来看 这个风险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那进一步的风险会是什么呢 其实无非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我们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中国是世界工厂 那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 在这次移情之后的明确的放缓 我们看到中国的像近期所公布的 制造业采购者今年指数是出现了 大幅度下跌 那么下跌到38左右 这个是在印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那么我们看到包括 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所以看到其实中国的整个的生产是降速了 一直到近期当中 才有可能逐渐的进行全面的复工 因为中国是很多其他国家原材料 和电子产品零部件的这个提供商 因此实际上中国的放缓 对其他的国家影响是有点之后的 可能中国二三月份的经济是明确的下滑的 但像日本韩国英美国等等 他们的经济下滑有可能会是出现在四五月份 那当然了中国一旦复工之后 这些国家的情况也会陆续的出现 那除此以外呢 毕竟中国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像旅游和教育的一个输出国 那么不论是去美洲 去亚太等等的这个地区来讲 其实中国的人口的出行的这种下降 对这些国家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因此实际上如果想进一步解决 现在移情可能会带来全世界经济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主要需要做的事情 是希望中国开始复工 希望中国的经济在一些政策的刺激下开始复苏 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在问题 而的确中国政府已经在做了 在移情出台之后呢 从二月份开始呢 其实中国的央行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政策 我们看到其实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两手同时抓 那么既有了比如说像是央行的 1.2万亿的公开市场的这种回购 也出现了比如说这个贷款利率下调 等等这样的情况 的确中国政府在执行这样的政策上的力度 是非常的强的 那么假议时日呢很有可能 随着移情的进一步的这种控制 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速会开始出现 那这一点为什么要去详细的提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其实对澳洲的市场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像我刚才回到我刚才所讲的 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是要进行我们逃离 还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考虑一些抄底的情况下 我们刚才所提到很多公司和中国市场的需求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像能源材料刚才所提到的必和必拓 那大家熟悉的像利拓 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Woozite Santos都是和中国需求有很大很大关系 这公司现在跌幅都很大 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复苏 那么相信他们慢慢的也会出现复苏 右上角您看到的雅思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个企业 而另外一个也是教育相关的 叫这个3P Learning 也是一家澳洲的上市的教育类型的这种企业 左下角刚才所提到的 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像Fly Center这种出行的公司 悉尼机场 那甚至包括像皇冠 皇冠游乐中心 其实现在受到影响也是比较的大 而右下角的比如像AR奶粉 其实最近是唯一一个了 可以说一直因为业绩比较好 还是处在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 但是相比之下 比如说我们家耳熟能详的 像吩咐红酒的母公司TREACHER ONE 是出现了一个将近40%的重挫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和中国的消费的下滑 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那么保健品品牌Blackmore 也是下跌25%左右 那么这些公司 如果一旦都在中国市场进行复苏的情况下 也许的确都是非常好的这种机会了 当然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还会有些澳洲 现在因为疫情打击 可能短时间之内出现了重挫的一些蓝筹股 长期的蓝筹股 包括像这个协议大平洋银行 包括像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像商超Woovors等等 Telstra都是一些长期还是比较稳定的蓝筹股 但随着这次的打击出现了下跌 那么如果中国市场恢复速度较快 这也许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 也会觉得需要大家去继续关注的 就一定是澳洲的医疗类型的股票 医疗类型的股票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CSL和Ancel以外 还会有比如说像呼吸科技公司Rasmat RMD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企业 然后包括甚至可能像Cochlear 是做人工耳窝的公司 也都是非常有趣的公司 可能甚至衍生出去 相关所提到的Fisher Paco 然后包括Sonic Health等等 都是一些澳洲长期来 是有增长性的 这样的这个行业和这样的公司 那么在这次疫情之后 导致它的回调 是也许是长期来讲 是非常好的这种机会 另外两个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争议 但是呢 我觉得也是值得去关注的 每一次其实在经济复苏的时候 直接最容易受益的就是银行 银行是最容易受益的 不论是市场怎么去提供 不论是政府提供怎么样的流动性 最终是要通过大型的银行 来提供到金融市场当中去的 那么这点在08年之后 所看到的像JP Morgan Morgan Stanley等等表现 就是非常的明确的 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像汇丰啊等等 都是在整个的这个政策 自己下是比较明确的 会有一些好的表现 那么澳洲也是一样 如果说考虑到过去两年当中 政府对银行进行了 比较明确的严打 那么随着这次流动性的提升 也许对银行来讲 正好也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当然本身银行也会面对了 像利息的息差 进行下调的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我觉得现在 就像之前我上次节目 和大家去分享的 那么现在让银行开始帮助 像银行提供流动性 帮助向地产市场 和一些商业市场进行复苏 可以说这是澳洲政府 现在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一个客观的事实 所以说如果进一步的政策 相对比较明显的话 像去年已经是出现过 就是下跌后来反弹的 像联邦银行CBA 比如说其实一直表现 非常稳定的卖格里的银行 甚至像保险的公司 像QBE也许都有可能 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所受益 那在他们在银行受益之后 可能下一步直接所体现出来的 就是房地产类型的企业 那么上次节目我也所提到 包括我的联合创始人 温瑞浩先生 在上星期给大家进行 详细分析的时候 讲了澳洲不同的地产行业 可能接下来所面临的 一些机会和挑战 那么地产会比 刚才所提到银行会稍微慢一些 如果是银行本身 开始出现进一步的 政策性的复苏 那么相信各位可能也看到了 现在澳洲市场上对房地产的 这种性质 开始非常明确的 开始进去复苏了 那么地产有可能 也会随着这样的大的背景环境 也是出现一个复苏的这种机会的 那可能大家像熟悉的 比如说像Stockland 然后像这个 包括我们所经常 我们接触一下 Movac等等这些企业 都有可能会在里面 会有一些受益的这种机会了 刚才所讲的是一些潜在来讲 如果我们考虑到 至少从现在来看 没有看到大型的 这种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 那如果随着中国方面 比较明确的通过 这个疫情控制之后 开始进去复工 那有可能逐渐的为一些 这个澳洲的股票 所带来超级这种机会 但如果您还是比较担心 那么近期之内 资产市场的表现的话 您也可以选择一些 逃离型的这种策略 那逃离型的策略当中 当我们把资金从相对风险较高的股票市场 调整到了风险较低的一些产品当中去的话 您可以考虑以下的几个选项 也是我们觉得现在是比较不错的这种机会的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政府债券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债券 是一个3A信用评级长期表现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产品 但是每当是出现这种风险情绪的话 政府债券就会成为一个避险类型的资产 您可以看到非常有趣 作为一个信用评级比较高的 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叫VGB的产品 这个产品在2020年年初到现在 也基本上达到6%到7%的一个涨幅了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涨幅基本上超过10% 对于一个国债类型的产品来讲 这个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非常非常可观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去 您还是比较担心 接下来全球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的糟糕的话 国债也许是一个选项 还是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叫盛世古董乱世金 黄金也是不错的 那么黄金本身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购买黄金的ETF 像gold这样的ETF 可以购买黄金类型的股票 刚刚所提到的 比如说像NewCraftMoney 和Varra等生 也都是黄金类型的这样的那种资产 黄金的价格也的确在接近了1700美金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 那如果大家对金价相对比较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类似于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而在外汇市场上呢 这点是非常有趣的 外汇市场上呢一直是比较 有一些货币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避险或者是低风险的货币了 这里边避风险货币可能最典型的 其实是美金 那么大家都知道 美金作为一个全球的货币的储备货币的霸主 08年12年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这段时间就看着所有的货币都在堆着美金在下跌 而且跌幅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就像我上两三个星期之前和大家做过一次关于澳元走势的预测 就认为澳元还会进一步的走低 而这两天的走势也证实了当时我们这样的一个判断 而另外呢市场上还有另外一个货币呢是比美元更避险的 这就是日元 这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独特的 日元本身因为是一个长时间范围的低息货币 它的利息一直基本上是维持在福利率的 那由于它利息相对比较低 它的整体的啊就是认为主权风险呢也不会非常的大 所以说日元也是市场上一个很有趣的避险的货币 那美元下在出现一些大型的震荡的时候呢 有些主要的货币对美元下跌 比如说澳元对美元跌 美元甚至有可能会对日元下跌 所以说如果您是在关注这个外汇市场的话呢 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下 比较强的货币的表现应该会是出现在日元和美元上 那么因此呢是值得您去进行关注的 那最后呢也可能想借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去讲讲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一直也在为整个的财富管理的配置 做很多的构思和想法 那这次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心痛的事情 的的确确看到了很多朋友圈的消息 然后看到了很多新闻上的消息 我们不论是得病也好啊 还是可能疾病所带来的一些不幸的事情所发生也好 当然不得不去思考一下 其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要想一想 财富本身除了创造财富以外 的确是有一个财富保障的这种需求的 那么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也会考虑在这样的时候呢 如何为自己或者为家人的贷去进行一定的保护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博曼财富呢 是有一个苏黎世三合一的保险的产品的 这里面包括了人寿 包括了意外的伤害以及重大疾病等等 那也许保险本身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必须的东西 但是的确作为一些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家人保护财商的保护呢 在一些特殊的时期 它的确是有用的 所以说不妨您可以考虑一下 在这样的时期是不是保险也是应该放在您整个的一个财富配置当中去 那之前我相信可能各位也知道 我们博曼的元亨的这个产品呢 自从去年推出之后 我们其实一直主要在投资的就是澳洲的医疗健康的行业 除此以外还投资了像政策性的红利的行业 比如像基建 以至我们一直相对比较看好的澳洲一些科技 那元亨呢 在元亨下面的其他基金的配置呢 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 进一步有一些新的产品的投资 甚至有个别的推出表现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你想考虑到在二级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希望放到波动性相对比较小的一级市场 然后投资到澳洲非常优质的医疗健康的行业 博曼元亨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让您和我们进行联系经济交流 当然 如果您还是觉得例子于这样的产品相对风景较高呢 我们已经在这个月呢 开始准备推出我们新的月盈的产品 那么随着央行向西之后呢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月盈的产品进行了升级 那有些朋友不论是想投资六个月的 投资三个月的和投资一个月的 我们都进行了一个产品的 这个产品的更新换代 那么如果您从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 如果您投六个月的话呢 产品的年化收益能达到4.88 那么是每个月进去分红的 是我们一直一个比较独特 而且又相对比较稳健稳收益的一个产品 如果您想进行一个整体的综合配置的话呢 固定收益的确也许是现在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像之前所讲的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特殊的情况 我们是进行网络的直播的 并没有办法考虑您个人的具体的情况 如果您想了解个人的资产的配置的话呢 欢迎您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然后了解进一步的这个信息 然后在里面解锁看到 就是我们的联系 我们的二维码了 就是在接下来的 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会有一个 从新年是做了一个四期的整体的规划 我的第二期呢 今天就已经是完成了 我的联合创始人Virio浩呢 我们分析部的大脑呢 他会在下星期呢 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 他的一个第二期的这个节目 将会考虑 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环境下 让我们去寻找好的 雇收类型的这种资产 哪些资产是真真正正的固定的收益 哪些资产呢 是能够在这个本金安全情况下 带来相对比较高的一些避险的 一些一些环境呢 欢迎您扫码 报名参加下个星期 参加下个星期的这个这个活动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我们的分析部呢 其实也是在 可能关注澳三网的朋友会知道 我们会在这个定期的时候呢 会推出一系列和市场上当时 比较独特的一些这个分析的 这个分析的这个内容 内参 我们在近最近呢 已经做出了第一期的 19年20年的这个内参 是针对于最近澳洲的整体的 上市公司的财报 进行详细的分析 会配合移情的背景下 我给您判断一下 澳洲现在这些上市公司表现 到底是怎么样 哪些公司表现好 表现不好 哪些公司值得投资 哪些公司呢 需要进行观望 也需要您关注澳财网 比如说我们的澳财网的公众号 澳财网的YouTube的频道 来去看去获取这个 内容详细的这个 这个情况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我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 全部内容 那如果接下来呢 可能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进行提问 如果哪些朋友是 有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一个详细的这个 这个交谈 我看到了一个问题 我看到第一个问题是 这次股价的原因 主要是来自于 移情和石油价格的暴跌 未来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因素 或风险 导致股市继续的下跌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这次的确是因为油价和 移情两个共同因素 所导致的 我觉得 最大的风险 一定是 随着全球的商业的停滞 所有很有可能会 对一些 现金流压力比较大的 企业带来的风险 那如果是企业的财务 现金流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就有可能会导致 我们一直比较担心的 债务问题的出现 如果债务问题 进一步引爆的话 到那个时候 的确会有系统性的风险 那个是需要我们密切的关注的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 那样的情况所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 政府一直在强调 像昨天晚上 我们看到 像欧洲的ECB 也就欧洲的央行 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 呼吁 希望全球的央行 联合在一起去行动 防止 防止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 这个出现 就是防止 进一步大型的 债务风险的这种出现 那我觉得这些央行 现在已经开始在 对此进行去预防了 现在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 数据可以看到 是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 那当然了 我相信这个 也是我们大家需要 继续去关注的东西了 第二问题的话呢 这个是一新过后 股票类别推荐 和现在会有不同吗 股票类型的推荐 我觉得其实像 如果您去关注我们 之前一直所交流的 就是内容的话呢 其实包括上 两个星期前 我所做的内容 包括我们之前 二三王一直在做的内容 我觉得对澳洲来讲 我们一直比较主推的是 医疗健康 这个呢是澳洲 现在增长性最好的行业 之前上个节目 我也提到了 提到了就是从 这个产业增长来讲 7%到8% 这是澳洲 现在增长最好的行业 然后的确呢 澳洲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生物医药的公司 现在所提到的 CSL啊 菲谢Paco啊 这些是非常非常好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配置的整体 是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的 而我之前所认为 澳洲现在最需要做的 一个政策刺激之一呢 就是对于银行的这个松绑 银行如果一旦松绑呢 会对银行的金融股会有影响 那么银行的松绑 也会对地产的这个行业 会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另外一个去年 我们的一个 一个政策上的方向呢 是觉得澳洲的基建行 一直非常值得关注的 毕竟现在有个千亿基建的 大的这个计划 相信很有可能 接下来也会有 类似的政策出现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也还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医疗健康 金融行业 地产和基建 是现在还是觉得 比较好的行业 澳洲政府的政策 对股市会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吗 我觉得现在看 我认为澳洲政府的 刺激计划比较的弱 就是相比其他国家来讲呢 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 是不够的 当然了 也和澳洲的整个的经济体量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这次明显看到了 政府的策略呢 是分了两边 一边呢 是对 是针对疫情的 这是非常对的 花了二十几个亿的 这个预算呢 是要建立 一百个救助的这种诊所 然后这一点 当然是非常对的 包括信心 一些澳洲的医疗产品的采购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本账来讲 如果不解决 疫情的这种恐慌 是没有办法改变 现在的 这种市场上的这种状态的 而另外一方面是对小企业进行减税 然后对小企业 本身进行补贴 防止失业的这个出现 那么方向都是对的 量够不够是个问题 OpenMarkets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我相信这位可能是我们的OpenMarkets 一个项目的投资的投资人 那么OpenMarkets本身来讲 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 可以说会有一些 受益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 澳洲最大的互联网的 股票交易平台来讲的话 独立的股票交易平台来讲的话 它主要是交易量比较增长 对OpenMarkets收入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过去这两个月 我们已经 因为我是OpenMarkets董事 我们看到了比较明确的一些 财务上的一些数据 是表现比较好的 对澳行的股票怎么看 股票现在 航空公司的股票 现在想恢复还是比较难的 这个的确澳行 也算是一个 坦白来讲 这个治理非常好的这种企业 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去出现 企业对于航空公司来讲 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考虑到飞机各方面的 这种资产压力还是比较多 现在收益下降 短期之内 全球的航空公司受影响 都是比较大的 美股走向是否可以成为 澳洲股市的风向标 是否进行共同进退 是也不是 整体来讲 美股是全世界股票的风向标 但是毕竟它只是一个 风险的情绪的影响 但是澳洲本身的经济的增长 和中国的相关性也会更大 所以说实际上 即是会 美股表现机会影响澳洲的 同时的话 我们也需要看到更多的 还是中国的方面的恢复 这个才对澳洲 是有更实质性的一些帮助的 还有呢 就是说有朋友去讲 对那个business bankruptcy will affect the banks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对 就是如果说一旦是倒闭 会对银行影响比较大的话 你说的是非常的对的 这个呢 在今天的这个里面 我并没有放 我也的确放了 的确一开始准备了 这个bankruptcy 就是破产的数量的一个比较图 不论是美国和澳洲的 整体的破产的情况呢 还是相对是处在一个 可控的历史的低倍的情况 特别是美国 整体的破产呢 还是相对的比较 是比较低的 那么澳洲呢 主要是出现在像零售和制造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因此的话呢 这是一个问题的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特别像零售行业呢 对就业率 对劳动力市场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会是一个 在澳洲需要持续关注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可能现在银行更需要一些 可能高利润的行业 来进行去增长 以对冲前在一些 义务上的一个风险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 关于医疗板块的ETF 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ETF本身的话呢 有一些就是像 比如说像BlackRock 就贝莱德 他们会做全球的 全球类型的 就是医疗公司的一个ETF 本身那个呢 还是比较 本身那个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如果是做一些 澳洲本地的医疗健康的话 他也会分的比较细 也会比如说澳洲的 像BetaShare这样的公司呢 也会提供一些类似的ETF Westpac跌了太多 Dividends Payout到9% 是的 这个银行股 在过去这段时间 跌的都比较多 可能除了联邦银行 和麦库尔以外 其他银行跌了很多 除了Westpac以外 可能看到了像 这个Bendigo Adelaide 然后像QBE等等 都跌了很多了 像那种类似 这个的的确确呢 这些银行的 还是政策性的问题 是需要让银行去 把银行捆绑起来 然后逼着银行 去砍掉非核心的业务证券 财富管理保险 只集中在做银行业务本身 而你做银行业务本身的情况下 又不允许银行进行更多的这种借贷 但其实对银行的业务呢 本身也是个影响 所以说这像我上次做直播的时候所提的 其实最好的方式呢 是能够开始为银行松保 让银行开始提供接贷 而且越是在这种时候 就越需要流动性 那当然呢 对信贷风险的控制是一方面 那如果更多的这个资金提供到一些 相对比较优质的资产的行业当中去的话呢 的确对银行业务是好处 也对经济复苏是好处 好的 时间已经现在是到了两点钟了 那么也是到了我们直播结束的时候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参与的朋友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进去探讨的话呢 欢迎您关注澳财网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您观察澳财网的其他社交媒体的平台 和我们进去探讨